8月26和8月27两天 洛杉矶的国际大使命教会 与北美好消息 联合举办了一场 跟着圣经去挖宝的特别聚会 邀请到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教授 吴宪章牧师 以历史观点结合时事与生活等方式 带领弟兄姐妹 用全景去读圣经 透过新旧约经卷 深入地去领受圣经中神对人的启示 吸引近两百位热爱研读圣经的弟兄姐妹 一同来挖宝 这次我们办这一次的 跟着圣经去挖宝的陪定会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期待基督徒们 能够在圣经中真理中扎根 在生活中能够实践真理 我们不仅要听道也要行道 但愿借着这一次的我们的学习 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在圣经中去挖宝 使我们都得到神的祝福 都能荣耀耶稣基督 牧师好像是一个用一个串珠这样子 把圣经旧约里边的一张一张书 就一直去讲下来 讲什么呢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边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听完以后 让我对圣经的旧约 这些书卷 有更深的认识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牧师一开始就讲说 要让摩西的神 也成为约书亚的神 那就是像我自己的家庭中一样 我也要把这个信仰 传承给我的孩子们 让他们能够成为 这世代的光和盐 你经常是那位入宝山 而空手回的人吗 要如何才能在圣经 这座宝矿中挖到宝呢 吴牧师以风趣幽默 又贴近生活的讲述 来分享信息 会中他将自己多年 在圣经中挖宝的心得 会及的经验请囊相受 盼望每一位基督徒 都能在上帝的话语中 挖到人生宝藏 并满载而归 怎么样面对世俗化 世俗化的价值 世俗化的家庭 因为世俗化影响到更多人 不像启蒙运动 只是影响到少数人 世俗化影响到更多人 所以我其中这一次 挖宝里面就是希望 做文化做对比 华人的文化 一进到美国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留心 你那个世俗化 因此我讲世俗剧 包括后面讲家庭会被挖解 我讲何夕 好让世俗化不要把货花园烧火 其实圣经真的不是那么复杂 实际上66卷 每一本书都有它时代背景 只要你把那个 context 背景一调过来之后 其实一回声二回首 昼夜思想 然后去应用它 吴牧师把这个圣经当中的经文 真的活生生的结合 现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文化跟价值 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 怎么样在圣经能够找到美国的出路 还有我们生命当中的出路 真的我在这堂课程当中学习到很多 听到吴牧师这样整体的把圣经 给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楚 特别是联系到当前的地区 以及我们思想的交入 以致我们在世上就不会被这四风摇来摇去 来是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装备自己 特会中除了厘清端正信徒的价值和信念 拓宽国度视野 将新旧约融会贯通外 也重新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让我们发现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并且能将神的话实际应用在生活中 感谢您收看北美好消息新闻快报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北美好消息YouTube频道